这集呢我们就是要主要的来探索一下熏烟湖啊 熏烟湖这个底下东西挺多的 但是呢又挺危险啊 虽然说看起来这集的时间不长 但是这个场景呢套路很多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是打过了这个大蚯蚓啊 但是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好东西 我们在上级没有拿 我们这集的话因为上级之所以先把这个股片啊 这个元素碎片啊 还有就是说这个不死人遗骨啊 这个我们主要是为了强化一下血瓶啊 然后我们这边过来贴着左侧这边走啊 就之前的那个篝火啊 贴着左侧这边走 左侧这边走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墙壁 这个墙壁后面是有一样好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 是因为戒指啊 这个经常玩这个黑魂里头 这个戒指这个设定啊 经常会让我想起这个符文 就血缘里面的这个符文 它会增加一些辅助的这个效果啊 比如说这个斑方式戒指 这个戒指呢 是增加你的这个减伤率啊 是哪方面的减伤率 就是属性方面 特殊属性方面的减伤率啊 这个雷属性 还有就是火属性啊 魔力属性啊 就是这一类的 它是全面增加 就相当于这个血缘里头的这个 巨大之弧啊 巨大之弧的那个效果一样 好我们剪完这个呢 我们接下来探索的方向呢 我们反方向 我们之前是在这个老王的 老王老王视听的那个篝火那里 直接选择开了一个隐藏的墙壁 然后走过来冲到这么一个篝火这里的啊 直接冲过来是因为反方向过来探索呢 反而会简单一些 如果你是正向探索过去的话 反而会难啊 我们先做一下篝火 这里呢我们先跑过去啊 我们要换一下装备啊 我们把这个可王盾换回来啊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我们获得的这个魂的量啊 不知不觉获得的魂多一些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升级也会有帮助 当你实在打不过某些地方的话 升级也是一种手段 但不是决定性的 关键还是要知道方法 升级只是提升你的容错率 这里呢我们遇到这个之前说的这种心底啊 他会很讨厌的就是说 他会释放这个火球 这个火球呢会随着他的意志呢 也会这个自动像一个炮塔一样的对你爆火球 但是呢打他我之前说过 扩建三刀必出一个硬直 甚至还可以打断他的动作啊 你就记住这个规律 忙着三刀打出一个硬直 只要你能控制好第一次砍出一个硬直以后 因为他这个后退 他三刀一个硬直会后退 后退的话一般能退出你的攻击范围啊 我们直剑的攻击范围 所以打完三下以后停一下 靠近一点再接下砍啊 连三下连三下这样 这个火球呢是可以打掉的 是可以像这样用弓箭打掉 你拿这个近战武器打反而打不到 或者说你可能拿一个重型武器批砍可能会打到 可是挺麻烦的 然后呢我们不下去啊 我们从这边上来 这个留脚咕噜啊 我们还是等他出完招了以后 他一定会架盾 然后借此呢用我们的这个扩建的战技 扩他的盾L2加R1 这剩下的这边几个 我们因为是反向走 这样引起来就会方便多 如果是正向走过去的话 就一引用一引一大片啊 因为他这个很多敌人的这个起身呢 是按触发 就是说你走到特定位置把它触发起来的 但是某反方向的话就不会走到这个触发位置啊 你看某靠近他 他都不会站起来 刚才这个 因为他是AI设定的是这个 从正向走过去的时候 走到特定的距离 他会触发的站起来啊 这样的话反方向走就会安全多 再反过来 这边呢会有这个 你们喜欢的起头哥啊 起头哥如果跟他正面打起来的话 技巧是 如果说是远距离冲过来 第一下一定要左前滚啊 之后尽可能靠近 靠近了以后转圈 驾着盾转圈 可以基本上躲过他的所有招式啊 即使是躲不掉的 也可以驾盾挡掉 挡不掉的呢 一般这个转圈躲也都躲掉了 贴近距离转圈躲也都躲掉了 还进去 还有一个起头哥 你最喜欢的起头哥 同样的道理 这个一上来呢 因为没有翻滚 就中了他这一招 L2R2交气连岸 可以起到挣脱和减伤的效果啊 但是对他好像不是很明显 之后呢 他会这个 如果他成功洗头的话 他会给自己叠一个狂暴的buff 不会增加攻击力 但是行动速度会变快很多 到这边啊 这边小心先引一下头顶 头顶上这个软泥怪呢 就不像之前会弱火了 因为他看上去 本身就是岩浆一样的 他弱什么呢 他弱雷 你可以擦一个雷指 这个雷指快速擦上 持续的时间不长 但是是不有雷属性的 我们只需要砍他一个 所以擦下雷指就好 另外一个呢 这个以我们加7的这个 这个扩建 两刀就能砍死 之后呢 从这个洞坑 是可以跳过去的 这就是之前 我们拿元素碎片的地方 这样我们就返回去了 这一路不管他 直接跳 直接跑 这边呢 是我们之前走过的地方 我们就不走了 之后呢 我们准备一下 走下面的区 这边呢 就是会相对 这个隐藏的东西 会比较多 但是呢 只要熟悉了以后 就会减少他的危险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出来这边呢 直走和右拐 都是通向一个位置的 但是呢 右拐这里会有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是个阴谋 我们看前面这里 其实是有一个 拿长矛的这个流角咕噜 如果你不把他打掉 直接去捡那个东西的话 他就会直接 出发冲过来 然后把你堵在这个路口 你就没有退路了 虽然说不一定会死 但是呢 也是比较有威胁的啊 所以我们先把他打掉 再过来捡 你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吸引你过去捡的 就是骗 就是坑你的啊 直直直的道路上 走过去看到有东西 一般都可能会有阴谋 这个阴谋的方式 有多种多样啊 这里呢 我们听着有脚步声 我们一个一个把它解决 现在我们加七的武器 就可以三刀砍死 之前呢 每次砍的 都总会留他一点血量 就很烦人 这里小心啊 小心一点 是很多个 注意打 我给大家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群殴一队多的情况下 不要锁定 一队多的时候 打人打怪不要锁定 这样的话 你可以砍到多个目标 而且呢 你这个视角很控制一些 这里有一些算是 攻击阴高的阴谋 这个家伙蹲到墙角 你不容易注意到他 等到他发招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以 有一套把你连死 知道他的位置就好办了 因为他总是跟 比较容易跟环境融为一体 这一代倒是没有那种石像怪 就蹲在某一个石像 然后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一个石像 然后突然一下 就活过来这种 接下来这边呢 我们看到我们换到了小皮盾 左边这里有个隐藏墙壁 进去以后呢 会有一个黑骑士 这个黑骑士是拿斧的 但是呢 这个黑骑士拿斧的 这个黑骑士 应该是所有黑骑士里面 最容易顿反的 跟他周旋起来 反而有点麻烦 不如顿反 因为他这个出手的节奏 非常明显 非常好顿反 你只要用对了 这个小皮盾 主动试试 但是虾气霸乱反 还是会比较伤的 看到他这个抬手要挥舞 他挥舞的这个动作 又比较慢 所以其实比较好反应 而且他没有 基本上没有什么延时 没有大部分招式 都是不是延时出招的 只有个别招式 一般你也遇不到 你看到他抬手什么招 都可以反掉 我们捡到了一个黑骑士剑 在世上徘徊的黑骑士大剑 对抗混沌恶魔用的武器 可能是持续于 比自己体型大的敌人战斗的缘故 独特的攻击 能有效的削减敌人的强韧度 能够削减敌人的强韧度 就是一刀显而去 这个敌人的强韧度会降低吗 还是说 这个刀非常容易砍出敌人的硬直 这个好不好用 谁用谁知道 好不好用谁用谁知道 不要想多 我这句话说出来的意思 不是他好用 而是说我不知道他好不好用 这边呢就是之前我们捡过这个 不死人遗骨的地方 不过去那里再没有什么好东西了 就没必要再跑过去 这里过来呢 特有攻击阴高的阴谋 并不是这只老鼠 如果你自己玩的时候走到这里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的血迹 很有意思 你会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慢慢看一下吧 过来 特别高兴的往前冲 这边有鹿 有老鼠 冲过去 就被掉下去了 然后下面全是岩浆 你经历过绝望吗 就是这样 然后你脑中就要想到一个公其阴高的微笑 这个套路我是没中过的 因为这个很多地方 这个也有过类似的血缘里头就有这种套路 所以熟悉了 基本上被 没被这种东西坑到过 因为我原先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过 玩这种游戏的话 就是开荒的时候尽量慢走 不要跑 尽量慢走 你就不容易中一些圈套 慢走一个是方便于你注意观察周围更多的东西 再一个呢 就是不容易很快的就踩到陷阱 一般踩到陷阱之前就已经反应过来了 这边下面有很多老鼠 我们可以先向他丢一个燃烧瓶 因为等会我们是要过去的 而对面呢 是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又是一堆火球的那个地方 很烦人 这些老鼠呢 比较恶意 这个老鼠比我们前面砍的老鼠的血 稍微多一点点 你加7的武器都得要砍两刀 如果是白板的这个 就以我们的扩建来说 就是说本身数量多 但是你一刀又砍不死 这个就比较淡疼了 所以我们刚提前先给他丢个燃烧壶 以便于我们后面一刀能砍死 这里会点到一个咒树书 而且旁边是那个是白蜘蛛 这个是前作的情怀 你新玩这个黑魂3的话 你就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东西了 这个是照顾前作玩家的这个东西 这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岩浆 岩浆里有两个可以拾取的道具 但是我们现在不要剪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再剪 因为这个呢是一个不归路 是一个不归路 这边我们就绕回去了 就不会掉到那个坑里 说不归路的意思呢 并不是说过去就回不来了 而是过去以后不需要再走回来 直接一个反骨片走就行了 先是这一个大老鼠 三刀可以砍死 看起来这个大老鼠很凶的样子 当然它伤害确实高 但是呢 它本身的血其实也不多 这些大老鼠 因为之前有给它 这个丢过一个火焰壶 所以血量消减了一下 这样以便于我们一刀能把它砍死 这边呢 我们这边本来应该是这边走的 但是呢 其实从另外一边走是一样拿起来 能捡到东西 是因为有一个幻影墙壁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这边的老鼠已经砍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这个人在忙这些老鼠 但是他在砍的时候 他就发现 一刀砍不死 怎么一刀还砍不死 因为数量太多 但是一刀又砍不死 就比较蛋疼 不能减少他们的数量 就被这群老鼠包围 然后最后 因为这个也是 其实一定程度上 是跟狗是一样的 嘴喷你一下 然后你就伤血 然后最后就连续啃 就给啃死了 连喝血的机会都没有 这里有这个咒蛙 咒蛙呢 我前面给大家打过很多次 这个不算是很难打的 关键是他喷吐的这个物器要避开 但是呢 还有一点就是 咒蛙是不会使用物理攻击的 他只会喷吐这个诅咒 只会这一招 而且是两种图法 其他的攻击都不用担心 所以你可以上去猫 尽快的砍死 不要让他们一起喷 数量多了就比较烦 这块呢还有挺多的 应该好像还有一只 这个方向刚继续走过去 就是我前面说 可以从台阶走下来的方向 其实是一样的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从那个幻影墙壁走下来的话 反而有东西捡 捡到了一个魔法杖 然后这边再往前走呢 左边 会有一个 骑士 这个骑士呢 我 我把它定为是黑魂3里面最难打的NPC 最难打 但是呢 也仅限于是最难跟他打 你可以跟他斗志 斗志很有意思 我跟你们说过 NPC敌人都弱智 但不一定是因为他笨 不是说他笨的这个弱智 而是他弱你的聪明材质 你只要稍微使点点子 使点坏 他是会比较容易中圈套的 我们准备一下武器 我们准备上弓箭 还有缓降的这个魔杖 然后呢 我们准备了 准备了黑暗的这个 这个黑骑士的这个盾 防徽好一点 然后呢 上来 上来呢 我们先射一箭 这个呢 是黑骑士 他并不是NPC 但是呢 下去 可以从另外一边引下去 让他踩到岩浆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要这样 因为我们不要他死 我们要他去打那个NPC 他居然不往那个台阶上走 不往台阶上走的话 那我们就 给他一点推进力 不要去抱他的头 射箭射他 不要射头 射伤害低一点 这样他血量高 如果运气好的话 运气好的话 他可以直接帮我们把那个NPC打死 是可以的 他因为本身伤害高 黑骑士伤害高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 他有的时候会 他如果忙起来的话 就看这个AI的表现了 但是如果忙不死 也能扛 打掉他一点伤害 但是如果像这次一样 黑骑士没有把他打死 我们看他打掉他很多血 一刀406的血 但是呢 他被这个NPC给砍死了 那我们就只能智取了 怎么个智取 用到这个缓降魔法 他以 你也可以想到 用一样的方法 把他引上来 然后让他掉到岩浆里 但是呢 这个有两点不好 一个呢 是他不这么好引 再一个是呢 掉到岩浆里以后呢 你不好捡东西 倒也不是不好捡 需要你这个 重新毒盘 或者死过一次之后 他掉落的东西 还会在那儿 可以捡到 但是这样不怎么方便 其实呢 你让他落在地上也可以 但是不好引他落下去 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 你们其实也应该看到 我拿的缓降魔法 一定程度上 也能想到了 跟之前 引他这个 引他那个叫什么 引他这个 从这个梯子上掉下来 有点类似的道理 先放一个 他要追过来了 没事 保持血量 不要被他一击秒就可以 来来来 打我 砍到了 但是跳下来 他就摔死了 因为这个高度 对于这个 玩家的伤害的话 还是挺高的 对他来说 更不用说 是一样的 伤害什么的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就看到 这一片 这个岩浆地 也有 东西 我们以后减 这里就是黑铁制成的 这个黑铁大盾 伴随猎骑士 卓力格的恐怖 名声文明 刚才这个就是 猎骑士卓力格 而且这个大盾的 火炕很高 再有就是这个 曼燕特大剑 这个燕特大剑 是最重的一把武器 需要的力量 最高的武器 他需要50点力量 50点力量 已经超过了 这个最佳的 面板收益的 这个数值了 最佳面板收益 是40啊 50还可以 但是50之后 这个收益 就掉得很低了 升级加点 加到50以后 收益就很低了 他跟血缘还不一样 血缘加到50以后 收益很低 这个是40之后 收益会降 降的很多 40以内是最好的 我们接下来 再往前走 这个岩浆里的东西 我们后面 专门再来收 我们换上这个装备 堪欲银蛇戒指 渴望盾 然后呢 再有就是说 这个致命一击之后 恢复 这个专注槽的这个 其他的就 没事 其他的不用 重量有点重了 重量有点重的话 我们这个盾 前面接下来 就要打的骷髅比较多 所以我们装上 这个针刺盾牌 这边往前走 这边的敌人 我们都打掉了 旁边那边 那个实体捡了个混蛋 我们也捡了 看这里死过人 从这边爬上去 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也有人 爱入侵 如果你要是 被入侵的话 这个 这个地方 真不太好弄 因为你本身 又被NPC追着打 然后又有人入侵 其实挺那个什么的 你干脆就 也斗志吧 就上来这个 准备好这个 缓降的魔法 爬机子 然后利用高低叉 这也是个办法 从这边上来以后 先不着急往前走 这旁边是有一个武器 一个弓 龙骑士弓 这个弓呢 看起来挺大 但是需要的力量很重 但是他这个不是 还不算大弓 他这个还算是一个 这个小弓 主要我们需要15点的这个敏捷 点够15点敏捷的话 我们黑暗剑也能用 这个黑暗剑 我们一直没有用 并不是说他不好用 而是没必要 黑暗剑这东西呢 我建议二周目用 因为他的就是说 黑暗剑转属之后 这个信仰加成极高 信仰加成有极高 有多高呢 你自己试了就知道 光在说黑暗剑了 没有说这个弓 不过给大家演示到 你们看一看就好 这里呢 我们就到了哪呢 就是说这个奴炮 射这个奴 一直在这个湖上 射我们这个奴炮的 这个位置了 这边我们过来 这边其实也不算 是一条死路 这边但是会给我们 一个返回的骨片 我们把它解上 然后再往前走呢 会有这个轮子骷髅 轮子骷髅呢 我看大家说 好像前作的时候 这个轮子骷髅 都很烦啊 主要是因为 它伤害高 然后又特别容易 打中你 但是它伤害又特别高 这种确实挺恶意的 其实也是 间接也说明 这个魂3 这个难度低 低在哪 这个敌人的伤害不高 伤害不高 你血量收益好 容错率就高 就是经常我们可以听到 这个很多大神的打法 就是这个猛过去嘛 之所以这个能猛过去 也是因为这个容错率 高 哎 我们刚才用这种机制的方式 哎 将这两个家伙给引过去了 我们看这里又掉了一堆血迹啊 啊 前方又是一个比较难 难打的地方 哎 但并不是这两个骷髅 而是有这个骷髅双刀手 啊 就是又带出血 哎 又特别敏捷 周全取来特别麻烦的那个 所以我们这里准备好弓箭 还就是准备要引他来的 有两个 而且啊 小心 不要把他们都引到了 这个这个没引到 我们打另外一个啊 我们准备好这个针刺盾牌 就是用来对付他的啊 他会缓缓靠近 如果你把握好距离的话 用到这个R2的这个蓄力挥剑 哎 打到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因为一旦打到的话 它是一个大的硬直 哎 让你乱舞 两连机拍一下啊 回点经历 哎 好 反正就这一刀啊 蝗虫要完 这边我们再上去 还有一个 一对一就好办了 有这个盾就好打多了 倒不是因为 是因为这个盾 而是因为这个盾 的这个战绩 是一个打击动作 而且他也不消耗战绩槽 主要是因为方便 你要是拿一个打击系的那种 带有打击效果的武器的话 哎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一打就飞 一打就飞 用这个盾呢 主要是一个 主要是因为我们本身 可以拿到啊 好装备啊 比较轻便 而且那用起来 主要就是因为用起来方便啊 你要想这个 揣着个鸡腿啊 一个鸡腿砸一下 再拿再切身 另外一个武器敲啊 那也没什么问题 啊 干掉 然后这就是这个 奴炮了啊 好 把它关掉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湖上 捡东西就方便一些了 这个到这里了 怎么走呢 这里旁边算是 有一个近路啊 这个近路呢 虽然说也会有凋落伤 虽然说是一个近路 可以回去 但是呢 也是有凋落伤害的 所以我们还是用一下 这个缓降魔法 减少一下伤血量 你把血喝饱啊 一般也是没问题的 在这边下来呢 就可以尽情的 尽情的把这个 湖面探索一下 这个湖上剩下的东西 还有就是一个 这个大块歇石碎片 再有一个就是一个混沌宝石 剩下的就是一群大螃蟹了 我们还是把它们清一下吧 这还有一个就是用到这个 大家也注意到 打这个大螃蟹 用到那个处决技能的时候呢 这个大螃蟹会受到两次伤害 而这两次伤害呢 在对于这个 阿尔德里奇戒指 恢复这个战技 专注槽的这个功能来说呢 也会恢复两次啊 因为它算作是两次的 这个致命攻击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就是我们装备了这个 满血状态下增加攻击力的 这个戒指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增加的有多少 我们可以看数值 我们平A一刀 现在 就看致命攻击吧 现在一下是281 我们等会找个机会 回血看一下它能加多少 这是281 把它打完 我们回个血打 把血回满 然后我们试一试 在满血的状态下 打的话 它这个攻击力有多少 咱们就按这个致命一击来算嘛 好 来了 现在是满血状态下 它增加的伤害能有多少 啊 来了 316 加了大概有30点 大概有30点 就每一下攻击增加30点的话 这个连击算下来的话 其实还是挺多的 这个5G这个东西 你除了看了 它这个面板数值以外 你其实也得看 它这个攻击频率 攻击频率高了 面板数值可能低 但是攻击频率高 这个造成的输出 其实还是要高一些的 剩下的螃蟹呢 同理啊 慢慢打 这个地方呢 也会遇到之前我们片的掉下去的那几个这个轮子骷髅啊 跟它们打不打这个看自己的印象 这个地方呢 螃蟹也多 但是呢 这个给的魂实在真的是太少了 但是呢 它是一个练习杀螃蟹的好地方 对啊 对啊 再拿到混沌宝石 这个是转属了火属性的同时呢 还会保留有这个 敏捷和力量的补阵 同时也有了这个信仰的补阵 我们接下来呢 去找一个勾火 我们接下来要去打这个boss了 我们就要去 打这个奥尼尔 不沃尼尔 打沃尼尔的地方呢 就是第一个勾火 卡萨斯底下木屑的那一个勾火 从那个勾火呢 我们之前有点过一个进路 有一个大滚球的那个地方 地下的这些地方 看起来都一个样子 真的是很容易让人迷路 但是你按照这个视频攻略走的话 其实还好 我自己打熟了以后 其实地下木屑这个地方 感觉其实不算很大 稍微准备了一下 打boss的东西 但是其实呢 也用不上什么东西 我们只要 我们的武器已经升级到加7了 打这个boss就会 简单很多 安里还在这儿 但是这个剧情推进 要等到我们到下一个区域 他才会转移 我们看 其实从这个地方看下去 你们已经看到了吧 你要的人 你要找的人 本来就在下面的湖里 我们接下来去打boss战 这个boss战呢 也可以招人打 但是这个 其实我觉得招人打更麻烦 增加他的血量 其实反而不好打 一个人打 其实我觉得更简单一些 触碰这个杯子 就会触发boss战了 这边的东西 这个boss呢 挺好打的 关键是 是这个你要知道方法 先冲上去把这个东西剪了 剪完了立即向左跑 立即向左跑 跑过去干什么呢 砍他的手镯 能砍到就砍 砍不到就算 但是不要冲到那个雾气里面 这个雾气呢 会围绕着他的这个胸部以下的这个区域 以我们目前这个加七的这个剑呢 砍他四刀 就可以把他的这个手环给破坏掉 先破坏左边的 因为左边的破坏起来比较难 正好是这个洗手的这个位置呢 第一次是最好的一次砍掉的机会 然后呢 再继续反正砍掉的时候 一定会打弹他的某一个动作 不管他是后面的这个什么出招也好 他再往上爬了 跟着他一起往上爬 爬的一定程度呢 他这个手就会停下来 注意千万不要让自己被那个下面的烟雾所淹没 会持续掉血掉得非常快 他如果攻击的话 取盾 他盾虽然防不住 但是他是一个破盾的效果 但是呢 这个攻击也不会打到你 他只有一下 破盾也没关系 就很好打 打这个boss用不了多久 这段时间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宝箱怪的这个头套带上 可以换点多了你点工资 不过关系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就就就就就结束了 我们捡到了一些这个魂 一些东西 同样跟原先一样 肯定是可以这个换一些武器道具的 我们都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些说明 不过呢我们还是等到下一集就是 进度要往下推进的时候再一起看 我们现在是这个把这个魂伸一下 还是主要伸地点 然后把这个负担放下 我们接下来还是探索这个熏烟湖的这块区域 我们知道最后那点岩浆没有这个探索 那不是探索东西没有拿是吧 我们现在把那个拿了 怎么拿呢 其实是扛着扛着血去拿 我们要将我们的火炕 尽可能堆到最高 我们目前能主要能增加火炕的 除了服装装备以外呢 我们还有就是这个 之前拿到这个班式戒指 还有就是班方式戒指 还有就是这个火方式戒指 班方式戒指是增加全面抗性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个火炕戒指 然后呢装装装备上两个这个装备上增加血量的这个戒指 再增加在装备上增加这个元素瓶回血量的戒指啊 然后呢我们的魔法装备上了这个咒术的这个剧烈出汗 然后我们同时装备准备上了这个咒术手套 然后就开始往前冲 我们从这个房门直接冲过来 注意我这个走的路线啊 我们这是在跑图 跑地图 这里右拐 左边是黑骑士 这里右拐 这里再往前以后左拐 前面是一大群这个火球啊 左拐 左拐以后 在这个路口看到老老鼠的这个地方 右拐 右拐出来以后看到前面有这个墙 有幻影墙壁的那个位置呢 不要往前走 左拐 这里我绕了一下 哎 这里 就是有这个蜘蛛的这个地方 哎 在这儿 哎 这就到了 我们把雪喝满 然后呢 我们准备上这个火炕 再有就是这个红虫药丸啊 喝一个 然后换上雪瓶 准备冲 冲啊 啊 低于半血了就喝药 低于半血就喝药 喝满 直接喝满 哦 靠 这还打我一下 半血就喝药 喝满 哎 喝满 哎 捡完东西以后 再把雪喝满 然后使用这个 返回骨片 哎 记住喝完药以后 要使用返回骨片的话 一定要走两步路 取消掉这个喝雪 最后的这个硬直动作 哎 因为这个 你这个 使用返回骨片 再回到这个 之前的篝火的话 还要多操作一步 然后多花点时间 这个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致命 所以我就 直接忙操作 直接管它回到哪 反正先离开那再说啊 然后我们还是同样的套路啊 哎 先往前直走 哎 走到头 右拐这一道门 有火把的这个门就是啊 再往前走 走到前面 右拐 有火把的这个门啊 一定程度上你也知道怎么样任路了 哎 看着有火把的门 这个地方要右拐 哎 右拐之后再左拐 哎 左拐之后 哎 看到有火把的这个地方 哎 有老鼠这个地方 右拐 哎 右拐是这次呢 我们就不往前面 幻影墙壁这个方向走了 我们要左拐 哎 我们到之前打那个 拿这个 烟大剑的那个 卖烟大剑的那个 一方 哎 快到了 这里呢 往前面走 这里下来会有很多的这个咒挖 我们不管他 我们不管他 继续往前跑 往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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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走 哎 就是这了 我们是下面的这个 烟江 我们减上了哎 这期节目 哎 其实你们也知道 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个套路啊 我们只有20点血 但是也足够啊 哎 就是这 我们先减这个 先给自己放个剧烈出汗 增加我们的火抗性 然后呢 再吃一个红虫药丸 可以用一个神圣灵 让他缓缓回血 虽然回的可能不一样多 但是 可能那一点点 有可能在关键时候 救了你的命 哎 然后开始冲 减上 冲两步 低于一半的血 就可以开始喝药 喝 喝 喝 啊 减上 净化火焰啊 我们就等于减了个 减了两个咒术 一个是剧毒的一个咒术 一个是这个 这个净化火焰的这个咒术 再有呢 是一个魔杖 还有就是刚才的这个 这个雨虎啊 这样的话 我们整理一下啊 下集我们再看看 道具信息 哎 这局我们主要 这个都是收集啊 打了一个boss 打了一个boss 准备一下下集的装备 下集我们就要到 这个冷裂谷了啊 冷裂谷关系到的东西 就比较多了 比如说这个 就拯救第二次 出去偷窃的小偷啊 还有就是很多这个 预言隐藏收集的一些东西啊 都有 而且这个冷裂谷的敌人呢 也非常的强力啊 但是是有方法的 而且呢 同样也可能会用到跑徒流啊 这个跑徒流 然后跟这个有点像 就是跑到一个篝火一会儿 然后逆向去清拐啊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了加黑同谷歌的新浪微博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